感觉高师岩是越来越不行了 聊天男不要他是有原因的 三方面不如赵继维 大家好 欢迎来到9点区 9点区咱们聊9点 在视频的开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点击关注按钮 让更多喜欢CBA的朋友能够看到这条视频 好了 我们扬中转 CBA常规赛是继续进行 而刚刚结束的比赛中 球迷也是非常的失望 特别是山东南篮 虽然山东南篮本赛季表现不好 但是球迷相比较北控和天军队来说 更喜欢山东南篮能够进入到季后赛 因为山东南篮是有丁燕宇航 人气也是非常的高 而且易建联和周鹏 现在进到丁燕宇航还管他叫丁神 但是本赛季山东南篮的状态是不如上个赛季 要知道上个赛季山东南篮可是四强球队 但是这个赛季只能徘徊在季后赛的边缘 更是被球迷调侃 徐昌所赶紧下课吧 让龚小斌回归 但是其实真不是这样 而是龚小斌走后球迷的能力有所下降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高尸岩了 上赛季高尸岩是山东南篮本土球员得分最高的球员 甚至是超过了陶汉林 而本赛季高尸岩场局不到10分 而陶汉林场局能够达到20几分 吓唬了将近一倍的数据 而且辽调侃南篮我们也都知道 也是很缺后卫 但是为什么不要高尸岩呢 其中有三方面是不如赵季威 首先就是稳定性上 高尸岩脾气大 连徐昌所主教练都怼 甚至是上手推主教练 而其次第二点就是高尸岩的得分能力上 大部分是靠阀篮和突破 三分球不稳定 第三点就是高尸岩的防守能力强 但是容易犯规 经常是一节比赛 他就犯了两到三次的犯规 结果球队是早早的就捂犯了 导致全队都不敢防守 一碰就是发球 也就是为什么山东南篮 每次第四节都崩跑的原因 根本就扛不住压力 那么大家怎么看点问题呢 请大家点击关注爱情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